乌龟钢多深好 有些朋友问到乌龟钢高度选择问题 冬龟先生简单回复下 养龟容器选多深的 主要看三个方面 一是看希望的养龟水位 如果计划潜水过倍养龟 则乌龟钢的深度在15厘米以上就可以了 潜水过倍养龟水位一般不超过5厘米 15厘米高度完全够用 但也不建议再矮了 要考虑归越狱的情形 如果计划养龟水位深点 那么龟钢就要高 假如我们打算养龟水位20厘米 那么龟钢的深度至少要25厘米以上 建议30厘米左右为宜 多出来的同样是防越域 第二就是看饲养环境的光照情况 如果是在室外或窗外养 阳光条件好 高度并没有限制 可以根据饲养水位选择 但如果只是在室内养龟 放在室内窗台 不建议太深 一般不超过35厘米为宜 龟钢太高 阳光很难照进去 第三就是看饲养龟的大小 主要是考虑越狱能力 龟钢高度至少要比龟直立长度高5厘米以上 这样才不容易越狱 总结一下 乌龟钢高度要根据饲养水位 饲养地点和乌龟大小综合考虑 考虑到可扩展性 即便是潜水过被养龟 建议龟钢高度25到35厘米为好 这样以后打算加深水位时就不用重新购买龟钢 此外除了龟钢高度 宽度也十分重要 东龟先生之前曾经买过一个物流箱 长40 宽30 高35 窄高型的 哪怕只养一只龟也十分不实用 放一块大点的石头都显得拥挤 太窄了 除非是矮钢 否则宽度至少能有40厘米更好些 东龟先生制作 谢谢观看 小明天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